凤雪莉 方多 孔雪莉不禁鬼神 已经惹怒上天 祥城很快就会遭受灾难 京里的井水会燃烧其火 成群的蝙蝠在祥城上空游荡 责任而逝 雷公下凡 闪电在天上闪烁 都是因为孔雪莉 记住 孔雪莉不除 祥城不安 树木 垃圾 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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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 在我这儿发酒疯 喊霸王硬上宫喊了一晚上 弄上了 你想得没 不对啊 我在你那儿睡了一晚上 你要对我负责 我一个女孩子 出去被人看见了 我名声还怎么混啊 行了 大家名声都不好 凑合混吧 那我头发乱乱的 怎么出门啊 别废话了 现在外面人少 赶紧走 人多了就真说不清楚了 赶紧走 我的头发 头发 我什么都没看到 我们什么都没做 你转过身干吗 对啊 我转身干吗 你们 这样不太好吧 如若所见 我们现在很好 什么情况都没有 你来干吗 我有事找你 卖菜嘞 新鲜的萝卜 这萝卜新鲜不新鲜 新鲜哪 还有更新鲜的时间 啥事啊 今天早上啊 我看见 胡小姐 从孔雪莉的家里跑出来 欢迎光丽 王伯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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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干什么 过来呀 过来 今儿早上 我听说孔雪莉把胡萱萱 给那个了 而且我看见胡萱萱 哭着跑着出来 跑了出大事了 孔雪莉把胡萱萱哪个了 胡萱萱怀病了 胡萱萱 别胡说八道 才一天不见就怀孕了 这是真的 简单人读这么说 有人看见了 我不信 别瞎说 他们说了又不是我说的 你晚上说完了 干活去 我就是梦姐顺利冒泡了 蝙蝠满天飞 那工也吓烦了 你胡想不着吗 真的 我就是咱们胡说八道 我就马上把你抓起来 我可没有胡说八道啊 你还不让我说话了 对 不让我说话了 你看 这回事 好 这人他胡说八道 他说什么你是祥城的祸害 还说做了什么破梦 弄见有人警告 说咱们祥城马上就要遭殃了 什么井里会喷火 什么蝙蝠满天飞 还有什么雷公下凡 涛儿 水里怎么能喷火呢 你说他是不是胡说八道 你从哪儿听说的 不是我听说的 是我昨晚做梦梦见的 他们也都梦见了 是不是 我们也梦见了 我们也梦见了 是啊 我也梦到了 各位梦啊 都是假的 怎么能够当真呢 我早就跟大家说过了 根本就没有什么妖魔鬼怪 那都是人骗人罢了 所以大家不要再传播谣言了 我呢 来祥城已经很久了 一直在揭露迷信宣传科学 所以我不是要念 对不对 对 我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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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啊 我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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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我怕了 我怕了 我怕了 小宝人找我了